大家好 贴膜机告诉大家一下怎么调试 然后怎么样安装的 这里的话后面的话插上电源线 气管的话插在这里 然后出厂之前的话 这里贴了透明胶布 千万不要把它撕掉 如果撕掉了的话 全部把它贴回去 这里的话我注明了一个开孔的位置 跟大家看一下 这里开孔位置 上面的话有一个开孔位置 多余的孔的话就不要去开了 如果说你贴大屏的话 下面的话也没必要再去开孔 上面的话可以适当的加上一排 5.5 4.7寸的可以加上一排 不加也可以 然后基本上这些孔的话都不要去动它 如果说你把透明胶撕了 然后要全部要把它粘回去 只开这些地方的孔 记住只开这个地方的孔 其余的孔全部盖掉 那现在我贴一个iPhone4的给它看一下 胶的中心层的话 对准盖板的中心 是个边 按一下抽气 机器 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调一下形成 不管你是贴iPhone4还是iPhone5还是三星的 所有的干胶的位置的话 都要对准这个轮子的中心点 这个地方 所有的干胶都要对准这个中心点 这个地方 如果像我现在位置不对的话 大家调一下位置 像我这样子的话 就要往前调一点 往前调一点 你可以按一下这个附膜 它往前滑动了之后 然后调色一下这里 然后这样返回 位置还不够 像这样子的话 位置还不够 还需要再往前一点 如果说你第一次调好了之后 可以在贴膜机上面做一个记号 下一次的话 就可以继续调到这个位置就刚刚好了 嗯 这位置的话 有一点点多了 可以适当的再往后退那么一点点 再往会更好一些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一定在这个轮子的中间 撕磨的时候 不要垂直的往上提 从一个角落里面 摁着这样子撕下来 你垂直的往上提的话 它就吸不住的 这样子就好了 非常完美的一张 然后没有什么气泡 然后iPhone4 调好了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个记号 在这里 画一下 然后写一个i4 这个位置就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贴一下iPhone5的 我iPhone5的盖板 等一下 贴iPhone5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偷气 像这样子的话 就很明显 太高了 太高了的话 就要往下调 就要还要 还要往后调一点 不管是大屏小屏 方法的话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开的孔开的太多了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调的太下去了 有点偏多了 调准了之后 下次你再调的时候的话 就可以不用这么麻烦的去调 直接调到你标识好的位置 这样子就可以了 撕胶的时候方法也是一样的 一定要这样子撕 像这个方法 手压的要这样子撕 这样子就好了 一样的非常完美的一张 好 就这样子